从前从前在很久以前 有个爱吃东西的人 他每天对于饮食的要求都很高 没有将食物摆满桌子 他绝对不开始用餐 没有蒸奇特殊的食物 他也绝对不肯开动 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却在某一天发生意外了 这一天有个朋友为他带来了特别的食物 那是在北方罕见的荔枝 没吃过荔枝的他立刻就爱上了这种水果 就在他一颗接一颗吃得正开心时 却不小心让荔枝卡在喉咙里了 着急的他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好在这时有人发现他的不对劲 立刻帮他把荔枝给挖了出来 这个人才逃过一劫 但是经过这次可怕的饮食过程 他从此害怕吃任何食物 总觉得每样食物都会让自己噎到 后来我们用因噎废食 鱼为了某种小问题怕再出错 而把要紧的事割下不做 而这个就是因噎废食的相关小故事 要紧的事割下吃